四种的这四颗酸藤籽之中有一颗已经挂了 这颗已经是回牙了 往前挂了 没用了 还有这一颗呢 看起来也挺瘦弱的 大家好 我是乐哥 今天又给大家分享一下这四种的酸藤籽 有根都会死的 就看你这根多少 没用了 全部都干掉 剩下就有三颗 这三颗之中呢 其中第二颗本来就比较弱的 一直都有这个回牙的迹象 但是目前看起来这个 估计也是很难熬的下去了 就第一颗呢 长的就比较好 这一颗呢 是 用了那个炼装法的 就是 泡了生根粉 落菌磷之后 再拿起来 放在那个 樱梁地方 把这个根部的伤口晾干了 再种了 这一颗 应该这一颗应该能成活了吧 如果种到这个样子 还不叫成活的话 我也 不敢再种双藤籽了 还有第四颗呢 就是 挖回来就按我平时种双藤籽的这个种法了 看起来这个也没有太大问题 估计这两颗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了 目前就这一颗呢 本身就比较弱 我也没抱太大希望 我感觉应该下一次拍视频的时候也会给大家拔起来看 这一次就 1 3 1 2 2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